這正天不見是你可以拍桌子 觀眾晚安 我是許甫 歡迎收看綠野先桌 今天請到我們最熟悉的老師 施政鋒施老師 施老師好 大家好 對這個一開始我們 看一下我們的標題喔 國產疫苗賣不出 變成孤兒了嗎 國際疫苗我們買不到 要當乞丐嗎 所以你知道李秉穎之前 曾經有講一個 哎呀那個會鬧國際笑話 現在看起來台灣的處境 感覺好像有一點 真的是國際笑話 但是我們在講到 今天的主題之前 我必須要先跟老師分享一下 這兩天開始我們看到 各地開始長者可以打疫苗 終於最需要的老人家 可以打到疫苗 我看到台灣當然有很多 民眾在抱怨說太陽太大了 讓老人家這樣曬 或者讓人家等 或是什麼爬坡等等 當然有很多聲音 應該要去改進去檢討 可是看到這個 應該是在基隆吧 因為基隆是一個 比較多山的一個地形嘛 然後這個是一個 應該是孫子喔 這樣子給他看一下 公主抱阿公 你看這個 說實在老人家一輩子 也被人家這樣抱過 也有點不好意思啊 但是孫子 找太郎啦 孫子是這樣子走了300公尺下去 當然我覺得這個是蠻感人 因為孫子說阿公就腳不方便了嘛 那你原本這個年紀 可能公主抱的都是女朋友啦 然後為了抱阿公下去打疫苗 我覺得這個蠻感人的啦 然後當然有很多應該在改進啊 或是說可不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再討論 但是這個台灣現在大家都講通島移命 我覺得這個風景是很適合跟大家分享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呢我也要念一下喔 這是一個3000塊錢 發生在花蓮火車站的事情 大概是昨天吧 昨天還前天 就是有一個女子 她就到花蓮火車站 然後就叫防疫人員過來 然後就拿一個東西 那防疫人員也不知道 那到底是什麼啊 拿了之後 那邊走邊開 開了原來就是一包3000塊錢 然後跟一個字條 字條這邊讓我念一下喔 白衣天使辛苦你們了 字機很差請見諒 但是這是台中孫丹丹女士 托我捐給大家買咖啡的錢 我們大陸來的 待到台灣的女生 所以會寫簡體字 是防疫 抗疫 然後這邊什麼 是怎麼我看一下 就看不清楚 從來不分國籍區域 謝謝 您們願為我們市民做努力 欸我看到這個 她告訴你 他們只是一個從大陸過來的 我們講陸配也好 我們講新台灣人也好 然後呢就是捐一點綿薄之力 想要表達給防疫人員 說我們防疫是不分國籍 對照去年小明事件的時候 我們的指揮官跟我們講說 國籍是你們自己選擇的啊 那我真的覺得奇怪 一個指揮官帶著這麼重的政治意識 讓人家一個說自己是自己很潦草的陸配 他也知道說 現在防疫很辛苦 大家不分國籍 我覺得這一箱凸顯之下 真的是非常諷刺欸 因為花蓮嘛 花蓮火車站每個禮拜我要進出 只是最近就不能去 OK 其實生命是無價的嘛 人力幾利 人機幾機嘛 我想這是一個起碼的嘛 你先去想一想 你今天就在搭公車好了 那忽然有時候司機會緊急上車嘛 那前面有一個老先生 他未必是有位置可以坐啊 坦白講有時候就人比較多的時候 你沒有地方讓了嘛 沒錯 你可以分他是 你知道嗎 是不同國籍嗎 對啊 還是不同本省外省原住民漢人嗎 你會這樣分嗎 我坦白講 這是一個最起碼的一個做人的吧 對不對 或者是你如果看到前面 如果有車子右轉 快要撞到一個老人家 那你還是應該會挺身而出 或者是把他拉出來 拉回來嘛 對不對 我想這是一個起碼做人的道理啊 對 所以更何況去年那些小民 應該也是我們的小孩啊 我聽到真的我覺得非常傻眼 人家十幾歲 或是甚至不到十幾歲 然後你說那你國籍自己選擇 但是陸配也是我們的人啊 對不對 爸爸在那邊嘛 那國籍是另外一回事嘛 你不能這樣講 但是相對之下 你看到今天如果是洋人的話 可能又做法又不一樣啊 你不覺得我們台灣的人 說最漂亮最美麗的是人 我是覺得這個其實某種程度 是有看膚色的啊 我不是要這樣講 其實中國當然跟我們之間 是就是有點緊張嘛 其實未嘗不可 這些陸配是可以做我們的一個橋樑 也說不定啊 好我們未必 不一定要把每個陸配的背後 都占了一個共產黨 坦白講是沒有必要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陳時中 他也許是醫藥專業等等 但是這些東西重要的一些決策 我是覺得總統就把它交給他 我一直認為說陳時中 他以為他是戒嚴司令嘛 他是最大的 我覺得陳時中意思還是說上面有這個壓力 我當然你上面是有壓力沒錯 但是我也覺得他 你知道上面做決策他來執行啊 但是我覺得他做的感覺上就是 你也知道嘛 就是一條中國就是這樣子啦 中國會咬人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段影片我也特別想講 現在很多台灣人大家都喊著同島一命嘛 那當然大家就是很多人要去求疫苗 或是什麼 有些人願意付出自己的心力去捐 比如說有一些救命神器 人家在講的一些藝人朋友發起 有些人去捐救護車 有些人去捐冷氣 有些人就像剛剛能力有限的陸配 我至少我把我3000塊捐出來 那更多的台灣人是講說 那我們政府拜託給我們疫苗嘛 不要讓我們變得好像是第三世界 或是說大家想要求活命這麼難 結果呢在這個應該是昨天下午吧 大概是在高雄市市政府附近 我們就看到了這個畫面哦 我要特別講一下這個 他的開車的人叫做徐尚賢 如果我印象沒錯的話 那之前是罷免黃捷的一個 總部的一個發言人 但是他也是民間的人士啊 那昨天他大概下午兩點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繞行了高雄市政府 然後上面可能會有標語 等一下你會看到就是說需要疫苗 然後希望政府給我們疫苗 結果他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能夠把車攔這麼久嗎 你們不能拘束人家的車子 你們是刻意的強制讓人家車子不能移動 警察先生你獨自了 警察先生你濫權 你讓一個行進自由的車子沒有辦法行進自由 警察你已經濫權了 你不能前後圍剿 讓一個自由通行的車輛不能前進 警察先生你們已經濫權了 我們要告訴警察先生你不能濫權 好我們放到這裡 一開始我沒有點開影片的時候 我以為是說他停在紅線被警察 攔了要開單說 你不能在這邊抗議啦 你要停紅線你必須要開走 沒有他是行進中的車子 被警察一前以後包抄下來 然後就開始做筆錄開單 然後最後用的說法是說 盤查了大約20分鐘 是按喇叭不依規定的紅單勸離 然後之後就把市政府這邊錄封起來了 我不知道按喇叭怎麼樣叫做不依規定 那之前在凱刀前面那個人 全部都應該開紅單 還是說我們蔡總統說 如果政府聽不到人民的聲音 我們拍桌拍大聲一點 按喇叭現在不行 然後還把路又封起來了 這是很丟臉啊 高雄是很特別的地方啊 美底島事件 世界人權日 應該是差不多我大三或大四的時候啊 世界人權日 然後當然那個時候 到底是先鎮後報或先鎮後鎮 那是一個歷史公案 但是呢人民有表意的自由 你想一想我記得當時應該是馬總統的時候吧 反核式公投的林毅雄 那我記得他就帶著他的志工在 應該是總統府還是立法院就是在那邊繞嘛 那也學你知道聖經裡面有沒有 他在外面繞幾天你就倒了這個樣子嘛 那就是表達嘛 那何必怕到這個樣子呢 表示說他有點像以前法國大革命的那種國王一樣啊 制外於老百姓啊 把老百姓當作毒蛇猛獸啦 那這種通常就是一個政權要摔亡的這個一個真相 就是怕老百姓知道這些東西啦 那當然我們當然如果真的要的話 就是好吧 你這次這樣 那我下次我就動員10輛車子 我不按喇叭 然後我就貼著大字報嘛 反正電視上看得到嘛對不對 喇叭也不能那麼多人看得到 那10輛100輛 看你要怎麼樣 而且如果10輛100輛 我按喇叭是為了提醒前後車 保持車距 你要怎麼說他是不依規定 我坦白講啊 這些民進黨人應該都見證過 自己都是參與這個過程 或者是大家如果有機會到歐洲去玩的時候 那當然這件比較難了 我們有時候會去開會法國或者等等 那你知道基本上他們就是 就是帶著豬帶著羊上高速公路 把豬羊放出來 然後用夜影機開上高速公路你知道嗎 他不是在查克上 他自己看慢慢的 蝸牛這個樣子啊 那就是抗議的本 你知道那如果回頭再講說 那當時太陽花那些學生 是佔領了立法院 甚至於立法院那個可能 當然另外一回事 但是行政院那個算是比較 因為有破壞的樣子 攻進行政院 對行政院那是有破壞嘛 對後來好像也都沒事嘛 對不對 你只是按個喇叭會死掉嗎 而且那麼沒有民主素養 因為你是執政黨被老百姓抗議 這就是一個表達民情的方式啦 沒有這種度量 執政以後就沒有度量了 對這個剛剛施老師講 我特別想到就是七年前而已嘛 太陽花那時候我還在採訪的時候 我還進到了立法院 我其實我有點感慨就是說 到底學生站不站你立法機構 這是合不合理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多人有很多討論 但當我看到媒體喔 他把他堆的椅子堆的高高的 立法院殿堂 然後就是三五個人站在門口 是學生守在那個 可能要通往二樓議事廳的門口 一個一個交出你們的媒體證 然後你們的採訪 我審核你可不可以進去 比如說我那時候還不在中天 我在別家 他看了一下然後討論一下 好這家可以進去 這家不可以進去 我那時候真的 其實我是非常憤怒的 那時候誰允許他們的嘛 問題就在這裡嘛 誰允許他們這樣做 誰放他們進去的 誰告訴他們那個地方 是可以這樣子的 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子建立起 問題就在這裡 當然這還是一個歷史公案嘛 我坦白講 你知道這幾年變成 好像年輕就是 你也知道小英 就是一直在巴結年輕人嘛 當然我講的 不是所有年輕人 就是那些啦 OK 那就是野百合的2.0嘛 我有時候學的這些傢伙 坦白講 我坦白講你也會覺得說 還是蠻勇敢的 但是某種程度 我回想起來 就是看了後來 就是只是他們網上 魚躍龍門的一個過程而已 現在做官的做官 當明代的當明代 對啊我會講說 那我會想說 那還是蠻紅衛兵的 是我那時候想說 你們最討厭的中共 然後你們做起紅衛兵的行為 你知道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是做老師的 我們不方便介入嘛 學生說要去 那校長也鼓勵說 好吧 你們自己自主學習嘛 保護自己啊 我們不介入坦白講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 原住民的學生 會固定在那個 散導師那個幾號門啊 那你知道嗎 我全國的原住民都會到那邊 然後我們在那邊聊天 有一點上課一樣 非正式啦 我們不太願意 因為我們是做老師的 不太願意捲入 他們學生的那些東西啦 我們就要去下指導 就搶功勞啊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 你當然同一套標準就好了 就是老師剛才講的說 那時候誰給學生這麼樣的 不要說學生喔 誰給那個部分的團體 這麼樣大的權限 國中之國的治國概念 那現在就是 繞行你的市政府 按了喇叭 要這樣前後包操起來 好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話題 我就要講到一個人 他應該差不多 其實也是那一股 這個學潮起來 因為很多的所謂的 打著社運團體的名稱 然後選上議員的 這個是苗伯亞 苗伯亞我再給老師看一下 昨天這個引發了爭論啊 他說主要是他這段話 現在是全台灣陪雙北一起坐牢 大家覺得說 那他可能不要再說口誤 或是說不小心講出來 他這樣講啊 再前一天 好像有一個男生也這樣講 都陪雙北坐牢 他已經連續講了兩三天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突然想起來喔 就是說在前一陣子 石松梁就是衛服部的次長 先甩鍋給萬華說 破口就在萬華 但現在你自己是台北市的市議員 然後你自己說 全台就在陪雙北坐牢啦 都是雙北 你為了為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梗圖就揭曉了嘛 就是陪著他做梗圖 就說苗伯亞沒說錯啊 侯友宜的責任啊 柯文哲的責任啊 所以害得全台灣陪雙北一起坐牢 這是他們的潛台詞 我想說 你自己是台北市議員 你自己我腦袋不清楚了嗎 如果你今天如果是那個 被罷免的王浩宇的話 我好像最早是聽到他 你在手機看到那個 你也知道 我介紹新聞嘛 我就覺得說 他怎麼可以講這個 苗伯亞一般來講 他算是 人家覺得他算是比較進步的嘛 對不對 然後社民黨 但是社民黨 我覺得這個黨已經沒救了好嗎 當時他黨主席跑去當 無論所大使 我就覺得 快覺得不可思議 結果他去當不分區的第一名 那這個就是典型的側翼嘛 你知道嗎 所以有一句話還給他啦 他們還在嗎 他們那個黨還在嗎 社民黨的主席 跑去當人家不分區立委 所以全黨陪著主席一起坐 那我這樣講好 你知道這種就是 我舉一兩個例子好嗎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我們知道猶太人就是被 一開始沒有全部關到集中營 是關到貧民窟 然後就是不讓你出來 出來可以出來 掛著那個所謂的 猶太人的什麼星星出來 他辨識嘛 那但是你知道 久了以後就是抓 然後就做工就死掉了 所以這慢慢的就是 你知道就是要死掉了嘛 所以就有些 猶太人就出來領導要抗爭啊 但是領導抗爭失敗就會報復嘛 所以呢就會有一些另外有一些 巴結 巴結 蓋世太保來處理 就是管理猶太人的自己人 那些就會出來指控說你看啊 那你們這是害猶太人嘛 就你們出來抗議出來抗爭 那你是慢慢的像羔羊死掉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抗爭至少還有活的機會嘛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感覺 怎麼可以去怪罪人家那些東西 你就你自己你自己沒辦法處理 或者是我們在講日本時代好了 或者是戰後的威權時代 你也知道都是有抗日的 或者是抗國民黨的 尤其是戰後像我們 如果像那些人可能被關起來 或流亡海外的 甚至可能他的小孩子就不能出去 然後家裡爸爸可能不在了嘛 對不對就是流亡了等等 然後要跟親戚朋友 大家都怕得要死 甚至還會指控啊 那你看都是你們 都是你們這些人做壞事 才會這樣子 我看怎麼可以這樣子 因為今天如果要這樣講的話 就是說這是一個生命共通體 這次出的事是桃園啊 這次是范園啊 那你怎麼可以怪雙北市 就是因為他是在野黨 就是這樣你就怪 那我們 這有點白癡你知道嗎 你還記得上一次 我記得是韓國瑜還是誰選上 沒有沒有沒有 韓國瑜之前應該還有國民黨 以前是不是國民黨 我對你也當過高雄市長對不對 那就有人就在罵說 你看啊南部人高雄人白癡 怎麼會選上這個國民黨的人呢 但是你要知道高雄其實 那邊的藍綠差不多一半一半 那你不是把所有南部人 所有的高雄都罵光了嗎 那我們這些雙北市的 我們老百姓有什麼錯嗎 坦白講啊 有個任意們說病毒直接從英國 或是從哪裡直接空降到雙北嗎 對啊你應該要講說 當時那些應該是槍斃好幾次的嘛 對不對 你們都不講話不吭聲嘛 所以我這些側意已經不講是會淪落到這 而且他們也都算年輕的嘛 對不對 他算是年輕世代的嘛 對不對 因為他比范園更年輕的嘛 所以你看這算太陽化世代吧 太陽化世代 怎麼那麼糟糕呢 淪落到如此 你知道我不能講太糟糕的話啦 因為他真的是學生輩的啦 因為其實我對范園印象還OK啊 大家會覺得說你一些什麼 從社運傳體出來說年輕世代 大家那時候選你是一定有一定的期許 你是不同於所謂大家說 藍綠傳統的政黨 結果沒有 但是他甘為陰犬啊 不徹意啊 甘為不徹徹意 陰犬啊 所以已經這種怎麼會 你是出來當打手嘛 所以你要當范園第二嗎 就是這樣子而已嘛 下一次他也要什麼 沒有不分區的議員啊 只有不分區立委 他要爭取這個 民進黨差不多現在 搞不好要刷夠也說不定啊 然後他在旁邊還在震震震 那也等了什麼 還有什麼骨頭可以搶嗎 我這邊來問一下觀眾朋友 所謂的全台陪雙北坐牢 你覺得苗布亞說的對 全台陪雙北坐牢 你幫我加一 那你認為是因為我們拿不到疫苗 然後全台要陪所謂的民進黨政府 坐牢幫我加二 到底是陪著雙北坐牢加一 還是因為民進黨拿不到疫苗 讓我們一起全台灣人都在坐牢 幫我加二 我來看看民意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剛剛講到苗布亞 在放這個消息說 全台陪雙北一起坐牢 另外一個含義我聽得出來就是說 其他地方其實疫情比較嚴重了啦 最近我也一直聽到這樣子的風聲 昨天陳時中也說 那我們可能也來討論看看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 施老師你怎麼想 很多人在想說628之後是不是 你知道齁 其實那個是我們王理事長有沒有 我先講一下最近以來我大概 大概我比較服的就是王理事長 然後台大的黃立民醫師 講話都比較公允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這兩天一個陳 公衛學院的還是陳親什麼 陳秀欣 陳秀欣 我大概覺得他們講的是有道理的 我這樣說 雖然我因為我不是公衛的 但是如果做決策來講的這個時候呢 你知道有一些東西是可以因地制宜的 有些東西是應該要全國標準的 比如說進來簡歷的部分 那你知道我們進出是有別嘛 對不對 好像機師等等那些 因為你知道為了他們的著想嘛 第一個就是說外來的是白人嘛 然後呢我們因為趕著晶片嘛 你看所有的科技大家都賠錢 黃賺錢嘛 都變成禍機了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進出的裡面是中國來的 東南亞來的 歐美來的 日本來的不太一樣嘛 那我們自己人是中國來的 就特別的你知道就是特別的那種 特別待遇嘛 好可差別待遇嘛 18同仁鎮 然後呢離島 我們離島的金門縣長 是縣長說要做 自願的快篩也好嘛對不對 好那不要 但是呢我們離島要進來的是強制要 一定要篩嘛對不對 你不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覺得說 王理事長講沒錯 進來這個部分應該要是重圓 因為我們既然決定不打疫苗嘛 對不對 那你這個要管得很緊嘛 好接著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篩選 篩選這個部分 那我一直認為說 我們王立場不是有蛋黃區蛋白質蛋殼區嘛 對不對 對所謂的超熱紅點嘛 雙北嘛 加上基隆 加上基隆 這個地方應該是普篩 好然後接著 離島部分是可能就是快篩 然後中間蛋白區算是廣篩就好 可能看鄉鎮或區嘛 或者是說我們台北市可能還要分萬華等等 中正或者哪比較接近的這樣子 大同區可能怎麼樣 我說這些都是可以做區隔的啦 有些東西其實是應該大家都是一樣的啦 那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台北好像都怪我們這邊是 因為我們這邊的人是怎麼樣 是不守法呢 不認真呢 或者是怎麼樣呢 你還想說從桃園過來 就為什麼大家老遠 不是從基隆要到萬華而已啊 很多都到屏東哪邊要來 那你知道我們政府其實就是鴕鳥嘛 就兩種人嘛 有需要嘛 坦白講嘛 一個就是老人家離婚的嘛 你知道他是有需要嘛 他不一定真正有面對面那種接觸 他這是在泡個茶 你知道或是怎麼樣 那另外就是外籍勞工嘛 移工嘛 移工你知道 你難道就讓他們這樣竄逃嗎 OK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那邊的社會經濟條件不好 所以你看到他那個可能擠在一起 你知道那是像鴕子房一樣這個樣子嗎 所以你去怪他們嗎 這是沒有良心的這種說法嘛 我是覺得也是很奇怪啦 我剛才跟朋友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二次大戰的時候 因為德國轟炸 那炸那個倫敦東區 那倫敦東區有點是我們的萬華區 就是比較經濟情況比較不好的 大都會裡面相對比較不好 總是有嘛 像美國通常城市通常是東區 會比較貧窮一點點 區區比較有錢啦 OK 好所以呢 當時因為炸得一大糊塗 那人家講說應該 把國王跟王后移出白金漢宮啊 那疏散嘛 那他說不要 然後呢他們說在這個時候 藉機會他才要去跟大家同生死 然後甚至要去看一下東區的人啊 我們蔡總統不見了嘛 都怎麼視訊嘛對不對 他連出來都沒有 更不用講他應該要去萬華好嗎 他要去萬華更一定要看一下 我們老百姓 像我的學生 我的學生姊妹 他帶隊就是他們在剝皮聊 他們是工作都工作到12點啊 回到家裡 然後洗衣服趕快泡消毒水 也不敢放洗衣機 爸爸媽媽媽真的很辛苦 然後呢 如果說真的他們還要回去 然後一二天吵來 所以真的我們好像聽到有在安排沒有 我不曉得 現在應該我們弄一些防禦旅館有多的 有些也在安排啊 就讓他們晚上睡在那邊嘛 對不對 你知道你可以理解老百姓嗎 啊你只會就做一些梗圖 然後講一些東西 撒嬌的話 對做一些梗圖說 同島一命 這個就是所謂的同島一命啊 大家在講雙北 就是說全台灣在陪雙北坐牢 不過剛才講到說 蔡總統要不要去萬華區 我相信可能他不會 因為他可能到時候 用的理由是 搞不好說國安理由 因為我沒有打疫苗啊 這個我可能會有危險 雖然很多現在開始在質疑他 是不是真的有偷打疫苗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現在有另外一個說法 另外一個聲音在講 過去好心肝事件 不會也裡面很多是志工 也有一些 也大家認為是社會上的成功人士 你說他是特權階級也好 或一些什麼樣的人士也好 他們有可能是志工 但他們同時也可能是 成功的商務人士 或是成功的社會地位的人士 去打了疫苗 我不願講他是偷打 他在所謂的強打疫苗 大家都想活命 這是人性 我講過很多次 可是回過頭來 你說真的在那個名單裡面 找到什麼現任的高層 現任的高官 其實沒有 為什麼 因為裡面大概只有幾個 可能跟小英比較疏遠的 國策顧問 現任的國策顧問 因為現任的高官怎麼樣 他們是第二類人啊 他們是直接政府就是說 我這個什麼指揮中心就講說 你們不用偷打 你們就直接去打 我們保障你這個名單不會出來 9萬人啊 他們何必去偷打 你不要想說 在那個什麼好心肝的名單 找到真正什麼權貴 權貴早就合法的打完了 所以陳文倩最近在講說 那蔡政府 你是不是要把你所有的名單公佈 你說第二類人 憑什麼比第三類人 譬如說 因為要防疫的第一線 可能有危險的人 像什麼消防員 救護員 然後什麼警察 他們可能是要幫忙 執行防疫工作的時候 很有危險 還排在你們這所謂的 第二類人的後面 那這些人是誰 把他揪出來 我不知道施老師 你其實你有發表 類似的看法對不對 我先說啊 其實我是覺得像有一些 是一定要的啦 我們的國軍警銷 那醫護當然不用講嘛 醫護嘛相關的 包括救護車這些都應該算啦 我覺得最近有一些 跟我們老百姓 在接觸比較頻繁的 比如說郵局銀行的 櫃台的 特別是櫃台的這個部分嘛 那保護我們也保護他們啦 OK 那包括可能高鐵台鐵 或者是這個公車司機他們 這是時常要接觸的 也許做票務的或怎麼樣 這些就是有在接觸比較 其實我也覺得最近在想說 比如說我們外送人員啦 對啊 外送嘛 應該讓他們打嘛 我想其實這是一個 是依身份類別的啦 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是不是應該 依照年齡類別啦 就是說老人家嘛 先80以上或者怎樣 根據我們有多少 是這樣子嘛 OK 那其他的人 我不太曉得 像我們是你知道嗎 我們是排不到的 因為我們年齡不到 然後呢 那現在的老師是 他現在的老師是高中以下的 所以大學 也不算 所以有的那天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算是朋友 來跟我講說 我們某種程度 算是人生勝利組啦 但是現在是無所屬 那也無所謂啦 反正你也知道 我們是廢人嘛 OK 所以無所謂 但是我是覺得這是命 但是你知道 這個其實是政府錯誤的決策 他當時決定就是說 我們不要打疫苗嘛 要等國產嘛對不對 但那個破洞出來啦 破洞出來以後又不普篩嘛 那現在呢 現在又說 因為不要浪費醫療資源啊 然後你知道 有些人根本就是到最後一面都看不到 對不對 怎麼會到這種地步呢 我是覺得 我如果要選擇 我如果有錢 你看人家外國 他們基本上是在Costco 或是哪邊 很方便的地方都可以打 甚至可以選擇 我有錢嘛對不對 這是命啊 你為什麼把我們弄成 好像是一個希特勒 共產黨統治之下 用配額的方式呢 那在國際市場上也未必買不到啊 當時是你自己高高在上嘛 對不對 一直要等國產嘛 然後為了總統一個生技大夢 然後用四百多條人命 來成全你的這個生技的這個大夢 結果到現在到底怎麼樣 我是說 我們應該有這樣的 起碼的保障我們啊 我也是覺得說 當然我不是幫那些錢貴 因為你也知道 現在把連戰也拉下來等等 我就覺得相當不道德 但是說那為什麼那些人呢 我記得總統府那個寫手 好像也可以嘛 因為他跟行政院長一起開會嘛 對不對 那一堆太監啊 那一堆工女啊 大家都可以因為食堂在一起嘛 這個像一個空白支票 九萬人 我們自己 對啊 到底是他們自己填嗎 還是怎麼樣呢 我不太曉得嘛 對不對 搞不好他們的狗 也都有打疫苗說不定啊 那我們人算 你知道嗎 我是覺得說要公平一點點 那就是照年齡來打吧 然後照一些很迫切需要的那些人啊 你告訴我們 那些人真的 王美花是很重要嗎 王美花 郭立雄等等 郭立雄他是國安會是不是 國安會秘書長嘛 是不是 所以就很重要是不是 可是蔡總統跟副總統都不打 這也不是 這個邏輯就很矛盾啊 那不然就是說 你們這樣子好了嘛 政務官啊 如果政的對不對 總統跟副總統啊 總統要 他們都要留給國產的嘛 那副總統打嘛 副總統必須要打吧 副總統打嘛 萬一如果總統 這樣子怎麼辦 我坦白講 生病啦 沒有你知道嗎 現在就這樣 我們知道像我知道的 學生的親戚是這樣 第二天就死了嘛 對這個 我們有年輕的 我太太的像學生輩的 宜蘭大學也是第二天就走了嘛 不是這樣子 這不是年紀很大的啊 生命無常你永遠不知道 所以我就想說 你到為了國家安全來講的話 你至少要政的跟副總統打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打副產嘛 這是國安嘛 這是一個風險的這個部分嘛 其他為什麼全部的 阿狗阿貓 搭得上線的那種東西 那講不好聽 那還不是回到就是說 李翰講的 生殖器官關係 你知道 生殖器官是那種 權貴關係的意思啦 那大家很不服氣啊 對 大家每一條命都是很重要的啊 是大家 大家覺得那種排隊半夜去打的 你就覺得哇太可惡太過分了 因為怎麼有你沒有我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有一群人 一大群人 他們舒舒服服的時間到就去打 這是法定給他們的 但是他們呢 他們可能是在第一線嗎 他們沒有在第一線 這有好幾萬人 在總統府 在中央機關 在金管會 在行政院 好 所以剛剛在講說 陳文倩覺得說 應該要把這些名單全部公佈 那實際上的確是有 這個呢 這個是在哪裡 這個好像應該是在巴拉圭吧 好 他是在講說 這邊沒有人敢偷打疫苗 因為他們那邊真的很腐敗 就真的有這種狀況嘛 就是說你這些疫苗 都給中央 誰打了不知道 所以大家民怨四起 他們說接種率只有7% 所以希望把這個 所有打的名單 你都可以上網去查 知道誰打了名單 誰打誰打 誰有打誰沒打 我們台灣的接種率應該更低吧 好像應該不到7% 那現在如果真的 你要這樣獵巫或什麼的話 我不是鼓勵獵巫 但是那你某種程度 你要公開透明 讓大家才服氣 像我知道的狀況是 原本第二類這些現在被查著說 你這些中央政府 到底哪些人 為什麼會在第三線之前 結果指揮中心很厲害哦 他把現在開始 他把第三類人 也挪到第二類 就變成這一群人 都是有需要打的 你懂嗎 就是把有需要的 混到不需要的裡面 然後說他們都是有需要的 你不要再說這一群人 這第二類人都是特權 沒有他們都有需要的人 我覺得這個 這不是就是有點 講難聽的做賊心虛啊 我跟你講啊 沒有人都有資格 扮演上帝扮演天 我記得 我不曉得 大家有沒有一個印象 差不多三四十年前有一片 Maryson Strip演的 叫做Sophia的抉擇 那你知道那時候送到集中營 那一開始的時候還滿寬鬆的 帶著兩個兒子跟女兒 那他因為金頭髮 所以呢當這個集中營的主管的秘書 但是到最後開始在緊縮的時候呢 他被迫要在兒子跟女兒中間選一個 那表示說他最後當然是選兒子嘛 那女兒就是他先判死亡的啊 那你知道他一輩子就是快瘋掉了 所以你知道他們四百多個人 完全沒有放在園裡 我可以講一個故事嗎 我就是一個 我回來台灣剛好三十年嘛 我一個老 那個美國剛回來的時候的學生 那現在也有五十歲的 他前陣子打電話給我說老師 他送那種好的那種消毒什麼 他說可以嘴巴什麼的 我說不用啊 師母去藥也去西藥房買了一些東西啦 然後隔一陣子呢 他說沒關係 然後隔一陣子前上個禮拜還是什麼時候 他就打電話來說 哎老師不好意思啊 他都一直沒有來 我只是講說大概沒有來 他說不好意思 他說因為他隔離自主隔離 好像是三個禮拜是不是 可是隔離是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但是還要再加一週的那個 就是自我健康管理 他說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就是送那個東西 去他姑姑那邊啦 結果他故障就是被外籍看護是不是 被感染的 你知道他是八十幾歲 但是是健康的啊 是健康的 然後呢第二天就往生了嘛 就是染病很快就是了 然後呢他的姑姑表姐也都送醫院 然後表兄是本來陰又變癢 所以他們一家三個就是分到三個醫院 那你知道我是不好意思問他說 你有去拜託嗎 你知道不是每個人 有些是在家裡 你看你有沒有聽到指揮官或是誰 他叫我們說赤譜拿等 然後有些根本怎麼死的 他不知道嘛 為什麼要修正那麼補正那麼多 就是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怎麼死的 然後呢其實去年的時候 我就有聽到醫界朋友跟我講說 其實他們有些他們不太願意去簽那個死亡證明 他們都有一點懷疑啦 你知道這是不能寫嗎 這不能寫嘛 所以呢你知道像這些東西 我們過去不是說有時候都還有安寧病房嗎 對不對 都不太捨得插管把它拔掉 對不對 只要他其實有些還會掉眼淚對不對 也許他還想再活還是怎麼樣 你情何以為 但是他們連就走掉了 那你可以看 現在他們是扮演 政府是扮演這個 這個所謂的 講不好聽叫筷子手啊 講好聽就是扮演這個 叫做天主上帝的角色啊 他們憑什麼呢 憑什麼可以做這樣的角色 可是我再講一個我的故事好嗎 我的故事其實我是想 因為我們家很討厭國民黨 主要是因為我們家以前在悟峰是 最大的一棟巴洛克 在市中心裡面你知道 悟峰就林健堂啊 就是在我們家 以前文化學院多少人就在我們家過啊 那後來國民黨來 就以前就沒想那麼多 就是拆路嘛 拓關就拆了嘛 你知道外返就好了嘛 對對對 最市中心的地方 就拆掉了啊 拆一半 就點這樣 你知道那個怪蛇那邊嗎 我主屋就怎麼疊下來 那後來就 你知道就死了嘛 因為也講一個就是我們那個小時候 也搞不清楚大人為什麼這個樣子 然後你知道他死之前說要吃水蜜桃 那時候沒有水蜜桃 你知道那個柏萊坪那個什麼什麼 那個百貨行那個去買那個 高貴的水果 就買那個東西嘛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很痛恨國民黨 你知道從黨外到民進黨 痛恨國民黨說 好好的一個人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家不是228的啦 這很痛恨國民黨啊對不對 但至少我現在回去了 我主婦像幸運的啊 因為我們都陪著他 你知道嗎 我們都還陪著他走完這樣子嘛 對不對 他還可以我們陪著他嘛 像我學生 他們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你多少人是見不到 我那天看到有些人跪拜的嘛 對不對 就是遙遠不能靠近嘛 對不對 我剛剛訊息才挑出來說 有一個老太太說 老公昨天去打了疫苗 也是大概90說 就今天早上喝個口水回來看 老公已經沒了 太多這種事情了 現在都是發生在社會上 你知道怎麼這種東西 是因為你錯誤的判斷嘛 就是為了要福祉 所謂的國產的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這個其實 應該是要槍斃好幾次的啊 如果你們無關就搞定了 他們也有再多一個人 是有所謂的 如果我們不要搞定 那麼像基本的東西 怎麼樣 怎麼一把得到 要不要搞定 要學會嗎 我應該以後